嘿,XIGBT,你在我的备忘录里看到了什么? 好的,在备忘录里有一段关于NCP模型上下文协议的记录 NCP是由Anthropic公司 OKOK,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一段代码 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我详细解释一下 这段代码定义了三个固同的装饰圆形 点Triangle,一句说四句 这三个数字用于装饰页面背景 那这两天OpenAI可以说是拉得非常快 一些小东西是层出不穷 它们甚至还开源了一个AI振的框架 据说只用减号代码就可以使用了 但我的评价是不如NCP 首先减评一下这个DBX测试 我问了他一个难导无数AI的问题 这个问题甚至是地表对墙的Graph3也无法答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神番老狗是谁? 我还要给他加以一提示 提示是一个博主 他说你想了解神番老狗这位博主的个人信息创业内容 还是他的视频媒体与其他媒体的影响力 我说所有,everyone 因为他们这个功能叫DBX测试 深度研究 所以他就深度研究了一下我 不过我属于是在互联网上裸奔的 所以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他只研究了5分钟25秒 他说神番老狗本名断锋 当是真假 我们先不评判 是一位来自中国正... 他怎么还... 然后他通过我博客里的链接 找到了这个哔哩哔哩 YouTube抖音的 神番老狗在科技爱好者圈子里 获得了普遍好评 不少观众称他为宝藏UP主 认为他的视频内容生动有趣 且干货满满 有用户表示 他的视频做得很有意思 并推荐这样的优质创作 不过这个DBX测试 因为过去太久了 我们就不细聊了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GPG4.5 他比较擅长写作 编程以及一些创意性的工作 据我们的老朋友 山姆奥特曼所说 他变得更加有人味了 可以精准的理解你的情绪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问他一下试一试 我说不是傻逼 上来就自保家门 你看他怎么回复 每个人都会经历 自我怀疑的时刻 也许你现在正处于一种 低落的情绪和困惑中 但我想认证地告诉你 你不是 再次强调你不是傻逼 你只是此刻被情绪 与短期认知局限住了 我被束缚在了 而且他的价格更是逆天 每百万Token的输入是75刀 输出是150刀 你妈可能大家光看这个数字 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我这么给大家说 我在去年年底 在Deepseek上充了10块钱 那个是500万Token 他们这里是100万Token 是输入75 输出150 这个就意味着 在我们没有击中缓存的情况下 让他输入1000字 大概就会消耗4到5块钱 我突然释怀的笑 在我刚看到这个价格表的时候 坦白说有一种无力感 可谓是囊中羞涩 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么繁华 奥特曼 你他妈 我今天主要想给大家分享的 还是他这个新的功能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有意思 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的其他更新 在我看来就是不停的拉屎了 这个功能 我们好像在23年的开发者大会上就见过 已经过了两年了 他们终于出来了一个半成品 没有完全的出来 很可惜 我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XGPT可以直接往我们的 文本别人机器里去写入内容 比如说现在我按下快捷键 然后会呼出一个对话框 已经选中了这个文本编辑器 我让他写一段AE表达式 然后回车 我直接让他写入文本编辑器里 这里就开始正在编辑 可以看到这里就进入了代码 他还支持主流的编辑器 比如说VSCode Xcode Cursor都是可以的 在XGPT的桌面端设置里 我们向下滑动 有一个管理应用 点击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可以进行操作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这个VSCode 需要安装一个扩展程序 安装完之后 这个VSCode就是可用状态了 比如说我这里正在编辑一个静态网页 它是一个落地页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过大家也不要惊喜 它完全跟XGPT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是由Cloud37写的 现在我就用这个功能 让XGPT在这个网页里 添加一个点击动画 我这里说让他帮我看一下代码 添加一个鼠标点击动画 点击时会有彩带飘落 正在规划方案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去详细查看 这样它就编写完成了 然后添加在这里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点击一下 添加一个寂寞 果然是很使 可能有朋友要说了 你不是说着重要分享这个东西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毫无卵用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打过预防针了 我说它是一个半成品 确实让人很难以置信 已经过了两年了 仍然是半成品 虽然OpenAI最近的小动作很多 疯狂的拉了很多坨 我作为一个美食区的小馋猫 自然是先带大家品尝了一下 当然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的期待 都翘首以盼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视频带给大家 带着大家一块来品鉴 我们可以在高级语音模式下 点击这个控制应用 然后去选择备忘录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 Hey XIGBT 你在我的备忘录里看到了什么 好的 在备忘录里有一段 关于NCP模型上下文协议的记录 NCP是由Anthropic公司 在2024年推出的 答住 现在看一下我的备忘录 最后一行写了什么 最后一行的内容显示为我是傻 如果这是误写或者需要更正 您可以随时进行修改 你觉得我要写一个博文的话 下边我应该怎么去写呢 你有什么建议 如果您打算以这个标题开篇 可以从一个幽默或自嘲的角度来吸引读者 比如可以讲述一个您觉得有趣的经历或错误 好 停停停 你现在看一下我VSCode中这行代码 你能看到什么 这一段代码主要是HTML文档的头部内容 包含了以下几个部分 一 Metatrocet UTF-8设置文档的字符编码为UTF-8 看一下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读 SEGO UI这个单词读作SEGO UI 它是什么意思 SEGO是一种字体名称 常用于Windows系统的界面 它是一种现代清晰的字体风格 设计用于屏幕显示提供良好的可读性 OK OK 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一段代码 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我详细解释一下 这段代码定义了三个固同的装饰圆形 点Triangle 一句说四句 这三个数据用于装饰页面背景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希望它们继续更新下去 它们后续可以添加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当我在写博文的时候 我可以让它给我建议 或者是写小说写日志的时候 可以跟它聊一聊 它们可以接触一下PS 或者PR Final Cut 剪映 这样在你剪辑的时候 你想做一个效果你不会做 你就可以问它 你说HGPT这个效果应该怎么做 然后让它来帮你指导 最好还能加一个鼠标聚焦的功能 它可以让屏幕某一块聚焦一下 告诉你应该点哪里 当然现在是不可以的 现在我们用高级语音聊天的时候 它没法进行编辑 我们只能使用这个快捷键 去文字输入的时候 它才可以实时编辑 这个就非常可惜嘛 所以我说它是半成品 妈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要吃这个预知菜 来到互联网上了 我还要吃这个赛博预知菜 就非常的难受 很难过 很难过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说了 啊不如我看你一点都不难过 你明明全程都在笑 没有一点难过的表情 那其实是我已经偷偷哭过了 我只会在夜里偷偷的哭 不会让眼泪流 那么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优色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个一键三连 各位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是我之前挖的一些坑 没有给大家填的 可以提醒我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